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生以后呢大家就都说他要报复他要报复 一直等了差不多快两个星期他才采取行动 采取行动之前而且他等于是跟美国也打了招呼 来来回回他们也交换了一些信息 那个意思呢美国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打我 我这件事情我是不知道的 伊朗的意思呢就是说你也别掺和 你掺和呢我是连你一块打 反正呢嘴上好像都挺挺强硬的 但实际上最后我觉得就昨天晚上这个行动呢 好像也是雷声大雨点小 他一共分了三批去袭击以色列 先是一批比较廉价的无人机 被铁琼导弹拦截系统给差不多都拦截下来了 然后他是第二批是正经的导弹过去 然后第三批也是导弹 后边这两批被拦截了一些 但是还是有些导弹都没有被拦截住 打到了他地上 地面主要是一些军事设施 而且这些军事设施呢也基本上已经腾空了 所以应该没有太多的人员伤亡 所以给人的感觉呢好像他只是想意思一下 就是说我报复你了 我也击中了你的那个军事设施 那么这件事情呢到此为止 所以我是感觉是伊朗是有这个意思 应该呢美国也是这个意思 因为拜登有跟内塔尼亚胡通电话 通完电话以后 内塔尼亚胡说他们不准备报复 继续报复是这样子 拜登跟内塔尼亚胡通着这个电话挺有意思的 因为他是这么跟内塔尼亚胡说的 他说你昨天晚上胜利了 因为99%的都被你拦下来了啊 祝贺你 那其实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你已经胜利了 我没有必要来帮你 内塔尼亚胡整个这件事情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把 美国给拉进来 所以美国既然明确 拜登明确的意思是我不会来帮你 你都已经胜利了嘛 对吧 那我不会来帮你的话 那他不是这个目的就没达到吗 那他继续要闹的话 只能会说让美国越来越恼火吧 因为他应该看得很清楚 美国是不会下场自己派人派部队什么都不会 美国其实他很鬼 我直播里头曾经聊过他 他从越战里头学到的经验就是 他不能让他自己的美国兵死伤太严重 这个是他自己舆论在他美国国内是最承受不了的 只要没有美国人死伤 那仅仅是拿钱印钱也好 拿纳税人的钱也好 去支持这个支持那个那种代理人战争呢 美国人觉得美国政府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一旦有了美国人自己的参与自己的死伤 这个事情就难说了 政治上来讲考量来讲 尤其又是大选年 所以拜登应该是绝对不会派他的部队 派美国兵跑到不管是乌克兰 还是跑到中东什么地方去的 这个呢 我觉得内塔尼亚红应该也看明白了 那么他看明白这一点呢 他现在呢至少暂时他应该不会再闹了 所以这现在呢告一小段落 昨天晚上开始的时候 伊朗开始袭击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说 三战已经开始了 但是现在看来呢应该不会 但是是不是内塔尼亚红真的接下去就老实了 这个我觉得肯定不会 他一定还会再想出其他的花招来 什么样的花招我们再看 还有的时候我觉得也看他情绪 我觉得他现在情绪也不是很稳定 对吧 像上一次就伊朗这个使馆这件事情 本来这件事情是美国人都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做 原因是一开始的时候 他因为美国在联合国大会的时候投了弃权票 就是对于立即停火的这个提案 美国投了弃权票 这个事情内塔尼亚红是很生气 所以呢就说本来要派人到美国来的那个团队呢 他也不派了怎么怎么样闹了一通 可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呢 他好像又说又可以派团队来 好像他已经火气消了 好像是这样子 结果呢每两天他又去炸了大使馆 所以就是立塔尼亚红现在这个人我觉得很不稳定 他是处在一种疯狂的状态 对于这样的人呢你是很难预测他接下去会干什么的 但是至少这两天他应该稳定下来了 因为拜登应该给他的信息是很清楚的 美国人不会下场 应该是这样子 大致的情况是这样 有两条不太引人注目的消息 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聊一聊的是这么回事 我们来看一下地图 一个消息呢是伊朗在这个地方 波斯湾的这个地方 伊朗的外面外海这儿 他截了一艘船 是以色列的一艘货船 这个消息说明什么呢 说明以色列是在内陆通过跟他比较友好的这些阿拉伯国家 这些完全没有稚气的软骨头的这些阿拉伯国家 约旦啊沙特呀阿联酋这几个国家 把货物呢运到了迪拜 然后从迪拜呢装船上去往外走 因为红海这儿现在不行了嘛 所以看来他们是这么在搞了一条路线出来 所以才在这儿被伊朗截了一个货船 伊朗截完这个货船以后就说了 他现在在考虑要把波斯湾给关掉 因为这个霍尔木斯海峡是伊朗控制的 他把这儿一堵的话 这块这条路又走不通 这是一个信息 还有一个呢是前几天也门的胡塞呢 他报道出来说他击中了三艘在印度洋 美国和英国的战舰 没有太多的细节 因为西方报道的不是很多 因为这不是什么好消息 所以呢但是也有提到了一些 说明这个信息大约是准确的 那么你想胡塞如果能从这儿 往这么老远的地方 他的导弹都能够袭击到印度洋 不是阿拉伯海啊 这下面这儿就是印度洋里面的美英的战舰的话呢 说明他现在的导弹的这个射杀能力已经很远了 很强了 这两件事情加在一起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如果伊朗确实要是认真的想要把霍尔木斯海峡 也给关闭掉 那也门现在有这么大的能力 已经把红海堵住了 又可以这么远的射击他的这个导弹 那现在剩下的就是一个阿曼 阿曼一般的来讲是中立的 而且以前也谴责过以色列 所以在我看来呢 应该不会去掺和这件事情 那他不掺和的话呢 以色列再开辟什么新的渠道 跑到阿曼这来找个港口上船的话呢 应该是做不到的 但即使是阿曼同意他这么做的话 也门这个胡塞应该也可以打到 阿曼这个沿海的地区 因为你看他印度洋他都可以打到了 对吧 而且也门已经胡塞已经说了 说他这个不是就会停止在这 就这么打几次就完了 那个意思就是说 我连你这块地方都在我打击的范围以内 对吧 那么阿曼如果要是脑子清醒一点 绝对不会去掺和这件事情 所以这意义是什么呢 整个这个阿拉伯海这一片呢 现在已经基本上 这个这两条通路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两条通路 现在已经美国已经失控了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这两条消息 加在一起是比较重要的信息 我想就是跟大家聊一下 为什么特别重要呢 因为美国他在全世界的霸权 是他修了好多的军事基地 还有他的航母战斗群东跑西跑的 他的理由是说我要保护全世界 航海的这些通道 这些航线我要保持货物运输的这个安全 这个是他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理由 当然实际上他不是为了什么保护谁的安全 他其实他要保护的是他自己的安全 主要还是霸权 主要是他去震慑周围的一些国家 主要是这个意思 根本不是为了什么航道 但是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 很说的过去的一个理由 他也有这个能力 他也有这个愿望 照他的说法 那现在至少说明他没有这个能力 有没有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愿望 我们不知道 反正你这个能力是不行 他搞了一个什么繁荣卫世的行动 这个行动现在完全失败了 完全破产了这个行动 这个行动的当时的意思是为了 去疏通一下红海 因为红海的形势很紧张 所以他就搞了这么一个行动 这个行动的意思是我来了 红海这块航道就创通了 结果红海那边没有畅通 现在波斯湾那边有问题 而且也门这个湖塞好像是越打越勇 他从沙漠里头好像什么都能找到 各种各样的武器啊 导弹啊什么都有 所以现在的射程也越来越远 所以整个这块地本 阿拉伯海的这一块地本 基本上他已经失控了 对不对 这个呢我觉得对于美国 是非常打脸的一件事情 是把他的以前这么多年用来遮羞的这么一件事情 他实际的目的是为了霸道 是为了去震慑一些国家 但是他嘴上说是为了世界安全 为了世界航道的安全 整个的这个呢 就是完全就摧毁了 他这个说法就维持不下去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意义还挺重大的 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接下去我们就再看吧 以色列到底还是 真的是能老是两天至少 跟伊朗这不要再惹事了 他惹事的目的是为了要把美国拉进 他应该很明白 美国不会被他拉进 我们再往下看 还有就是加沙那边 现在问题还没有解决 他肯定还是要进拉法的 拉法那边的情况 现在也不是不是很乐观 等等了 所以还有很多事情可能会发生 我们再往下看 但目前为止 三战呢应该是没有打起来 应该是这样 先聊到这里 谢谢大家 喜欢我的节目麻烦点赞 留言转发订阅 谢谢